巴英郭勒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 巴英郭勒为蒙古语焉溢 亦为富饶的流域 巴州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 东陵甘肃 青海 南部与昆仑山和西藏相接 西部毗林新疆和田 阿克苏地区 北部以天山为界 与伊犁 塔城 苍吉 乌鲁木齐 图鲁藩 哈密等地州市相连 全州行政面积为48万2665平方公里 占新疆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 相当于江苏 浙江 江西 福建四省面积之河 堪称华夏第一州 查鲁木一词记载于英雄史诗 江戈尔一书 在研画上 也可看到富有生动的查鲁木齐套兽画面 查鲁木是牧人不可缺少的用具 用来套马 牛 牦牛 骆驼 羊等 查鲁木 一般是结实而有韧性的两三岁马宗毛 牦牛尾巴长毛和牛皮而制作 经过匠人的细致整理之后 通过扭或编等方式加工 连成一定长度的绳索 其制作方法是 整理加工之后 用手搓碾成很长的单丝细绳 单丝细绳长度 一般为七 十 十三人相并伸开双手的长度相同 然后把三段单宗毛扭在一起成一股 多股再扭合后 呈原先单丝细绳十分之一长度的绳索 魏拉特蒙古族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的查鲁木技能 将充满野性的畜生 在没有安全防范的情况下 使用套索将它制服 进行驯化 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便利 因为所驯之大处 多为牲畜 一般人是很难制服 只有查鲁木棋才能胜任 使用查鲁木的技巧用法 将查鲁木套到马或牛的头部 鼻部 小脖子 大脖子 前身部及一腿 可以一只一只的套 也可以两三只一起套 可以在夜间 暴风雨 利用地形 地貌 复杂环境套 也可以在水中套 还有两个查鲁木 接在一起套 古代时 也可以用到野生马路 盘扬 山扬等动物 在古代战争中 还可以用来用作武器使用 它是体现蒙古族勇敢和胆量的一种竞技活动 熟练掌握套马技巧 是一个优秀男子必备的传统技能 1.历史价值 查鲁木在魏拉特蒙古族牧民日常中 必不可少地生产生活用具 它凝聚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和深厚的游牧文化内涵以外 还可以从怀旧人类学的视野 研究蒙古人民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文化价值 魏拉特蒙古族查鲁木套索技巧 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它主要以竞技与娱乐性为一体 至今仍有原始艺术活动的古朴之遗风 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3.经济价值 查鲁木 不仅满足了牧民物质生活的需求 同时也对牧民增收 改善牧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4.科学价值 查鲁木文化 贯通着草原意义生辉的文化 也体现了起码极高的本领 因此具有一定科学研究价值 5.传承价值 大众参与性及民族娱乐性为一体 不仅参加人数重 而且多 参加选手年龄不限 因而具有鲜明的大众参与性 同时可令参与者和观赏者 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随着定居化和城镇化的今天 查鲁木这门文化 逐步退出现代牧民的生产和生活领域 对传统游牧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有经验的查鲁木 其年纪偏大 有的已经去世 能熟练查鲁木其日益渐少 影响了查鲁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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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序传承